哦好的 現在玩的是手遊 褲蛙血神RE universe 然後是國際服的哦 他在那個講活動之前我們先來 講一下是不是好像講錯了啊 那個主線主線關卡的那個 水龍齁 very hard 沒有掉碎片啊 然後怕的他碎片掉落只有一個 刷這個不太划算 最划算的應該是刷normal 這一次掉好像有掉是40個吧 哎是嗎 哦不是很確定啊我把它刷滿了 呵呵 然後那個日服刷的太久了 可能有點記錯這樣 哦然後那個 哪裡去啊這這隻我還沒刷滿還在刷 2隻1隻3 然後現在開放的還有一個在 這裡吧 4隻1隻5 這裡還有一隻 SS的可以刷 好這隻我還能開始刷 好 然後要看一下我的角色哦 無課 無課可以炫耀一下吧 可能比課金的比起來沒那麼厲害啦 無課還行 2隻50 1隻43 41 比這個是吃那個 訓練場的碎片的 哦 那應該還行啦哦 2隻50 雖然這個我可能後來是用這隻 其他2隻都沒有在用 哦 然後你如果有多的碎片的話哦 可以到那個 道具 重重來 選單 道具 然後 又可以一樣出售啊 這個也可以賣啊 他碎片多的也可以賣掉 我們看 好 隨便點一個啊 這個 收到過頭 他一個碎片可以換100個 白水晶嗎還是什麼 然後你那個水晶換了之後可以到 商店 給 退換 白結晶哦不是白水晶是白結晶 可以來這邊換金碎片然後他一個月 現在是一個月刷新一次啊 可以換 一個月可以換1000片 但是你應該不敢換那麼多啊 10個碎片才換一個 沒有限定的碎片 萬能碎片哦 好他叫萬能碎片 我是覺得其實可以來換白金召喚券啊 所以你對那個角色非常有愛 可以換個 金碎片把它 強化到冷吉武士 不然呢 不然呢 好不是無課的想法可能那個 課長又不太一樣不一樣玩法 哦然後回那個 活動哦 先看一下公告 這次的活動有雪了 這不是應該聖誕節還開的嗎 我甚至還以為還要 等到聖誕節 所以他活動可能不是照那個節日開的 國際服的可能是 照 版本順序嗎 哦不知道反正有開放 震誕學人嘛 然後 這兩隻應該都是要 抽那個 鑽石的 卡池嗎 還是什麼的 還有 因為我那個日服了到現在也沒有這兩隻 有可能是限定的 但是 他會不會開放就不知道這樣 然後這幾隻應該都普通卡池抽的到吧 啊沒有很沒有很確定 如果抽不到不要找我 可以去看一下他那個 掉落機率還什麼的 沒有這隻這樣 然後一天是限定某某些關卡他那個 掉了道具三倍 沒什麼特別 然後 豪華獎勵 算豪華 然後有一個聖夜鎧甲可以換 還有還有別的公告看完再去活動 這個是 這應該是那個 新開的卡池 所以這四隻都是限定的 就只有這個卡池可以抽到 我應該沒有打算抽他 就就限定嗎 沒抽可能要等他復刻才會有 限定能力 好有興趣了自己看 然後 這個抽獎我也不知道要幹嘛的 沒事可以去點點 有一點 好 然後去活動那個 然後我已經把他打完了他只有開到HARD VERY HARD還沒出來 他碎片我也刷的 還行但是應該換不完 好聖誕雪人 就有生命之水的S級雪人 可以選 可以選 我的水平點錯點錯 2500的 道具這道具叫什麼 好不管 反正就是道具 聖誕雪人 然後還有那個聖夜鎧甲 KA的鎧甲 然後後面就 蠻普通的道具我可能換不完 收台再自己換一換 還有啥 好像差不多這樣吧 就 就刷關卡 我然後這個最後一關會掉色片 有機會掉不是必掉 我然後這個 Story我可能收台前再把它 全部都 用一遍吧 不然這個活動關了好像就看不到對不對 好 好 那就這樣嗎 我來抽東西啊 我這個就是那個新的卡池 我把有興趣的自己抽啊 我沒有打斷抽 付費100顆 對 必中S 還不是SS喔 不一定會出這支喔 也不一定出這支喔 然後我有一張 SS券嗎 這什麼時候送了 好 總之還有還有一張可以抽 這張是抽到一個蜥蜥真的超衰的 關卡就有 不要再給我這種蜥蜥喔 好啦不是啦 威爾 這支我有沒有 喔沒有 行的 兇器 為什麼加字幣 為什麼 我 為什麼 他加字幣 哎 這樣對嗎 女生 哦好吧他他有 法術超市 怎麼看都不像是法師啊 我喝 然後沒了 螺旋回廊我忘了去打 我後車每日哎 沒了 我沒得抽了 不怕賺了沒了 好吧那 差不多這樣我去把那個 主線 哎主線嗎 這次那個活動的 活動的劇情錄一錄就收檯 拍AUTO給他跑 對 麩 一 三 三 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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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